大家好,第一條問題 就是想問大家 在派對工作是否開心 開心… 在派對工作時,氣氛很重要 有導師相處 不僅僅是工作上的關係 早上去打球 對,早上去打球 既然有人說,我沒辦法不說 有事,打球 其實從公司的做法 人事關係上是很不同的 我們的老闆是很開明的 他經常都會說 條件任我們開 我們只需要做到的事情就行了 因為温室比較喜歡音樂 經常看到同事學生 玩樂器很開心 還有老師、學生 都是打勝一片的 還有同事也做了 為何做得那麼久的原因 因為這裡真的有很多東西 無論是音樂的知識層面上 到之後做了管理的層面上 到在這麼多個 這麼開心的同事身上 學到這麼多東西 是可以令我繼續做下去的原因 我第一年是做主持人 跟強叔 但反而最深刻不是第一年 最深刻是之後的幾年 因為為何越認識越多人 越喝越多 然後還有同事 用手去嘗試救醒 然後打了下來 所以就腫了到現在 對 也有跟他聊天 不是在這裡的 在這裡,好… 我不是那麼消氣的 如果你想挑戰自己 不要喝酒 外面的工作覺得很乏味 希望自由度很大 對音樂要充滿熱情 想多認識朋友 就可以進來接受這個挑戰 說了這麼久 好,我們還要加我們拍攝 拍攝 等著你